這是什麼? 木的 木? 對 KK 涼池所以這包是特別香脆的 OK 謝謝 Hello 你好 我是Nicole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這段影片我會說一貫媽媽日上和寶寶玩什麼 那週末我是出去了 我也有VLOG一下 還有一些美容的分享 有人堅持要砌出綠色板 爸爸說要用欄杆煉著他們 這個是我訂閱了Learning Time的其中一個活動 這個遊戲是要叫小朋友救人 所以我需要前一晚把小人放進冰箱 雪冰他們 搞定了之後我就沒有VLOG 那之後就到地上了 這是Clean OK 這是什麼? 放在這裡 這個叫什麼?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對 這個叫什麼?寶寶 這個小小叫什麼? T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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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什麼? 木 木 是嗎? Clean 這個怎樣? Clean Clean 就是 對 我們的床頭 很花了 他在畫畫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支筆在床上面 看 看 T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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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決定煲粥方便 這個米是嬰兒小的 那時候我就已經給他吃了 我朋友說他在杯芽位 會有營養一點的 那如果煲粥呢 我就全部用他都沒問題的 但如果我想弄到是飯 我就會混合一些 珍珠米 我感覺上比較有口感一點 因為這個米煲出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懂煲 煲出來比較黏 所以有時候煲粥我都會加珍珍珠米 就好像比較粒粒分明一點 那這些瓜是薯菁尼來的 加上肉進去 每天都很睏 一定要喝一杯咖啡才行 不吃了 不吃了 唉 按把是這樣扔的 怎麼會這樣扔的 小鼻子扔一扔 吃什麼 很好 他要陪我吃早餐喝咖啡 好嗎 吃吃的 熟了 熟了整四十分鐘 我都會開來看熟不熟 那些雞肉 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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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 不熟 有水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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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玩遊戲了 那會用鹽和水擦擦擦擦擦擦冰 那 鹽好像是會降低 那個冷凍點 有少少科學的原理 我也會解釋給他聽 你出來 媽媽幫你好嗎 好 好自己來 不要 是不咬的 你幹什麼? 媽媽的冠軍 其實小小覺得這個遊戲是找父母笨 很生海性是不是? 媽媽,先坐一坐 這紙巾很濕 它的紙巾很濕 寶貝很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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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紙巾嗎? 你不要 我爹,試試觸摸摸 因為你一直倒進來就幫了它們 你不再倒進來 你倒進去 倒進去 倒進去 你什麼事? 整個 整個 整個冰箱 我們都沒有救到人 怎麼辦? 這樣都沒有救到人 你有沒有看 你好像覺得加水就會溶 我們多倒一點水 它一直沖 它一直這樣沖 這樣好像排掉 我不用拆得那麼辛苦 好像可以 媽媽幫你試吧 我媽媽也不太知道 你怎樣 哈哈哈哈哈哈 看到媽媽 哈哈哈哈 你怎麼會這樣 你會這樣做嗎? 我會這樣做 完了嗎? 很累喔 好,倒一下 啊 沉了 好鹹喔 魚 出來了 是不是? 你弄了魚 拿不到冰 拿不到冰 冰 冰 英文叫什麼? 冰 冰 是嗎? 他扔了 怎麼了? 很冷 冰是這樣的 冰 冰是不是很冷? 人們是不是很慘 人們很慘 我們是不是要救他們 我們快點 我們想辦法好不好 你救了兩個人 救了人們好不好 告訴媽媽媽 喜歡嗎 喜歡 你開心嗎? 對 你想再次玩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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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好的 玩完的遊戲 吃完粥就去睡覺 我那天好像沒有再VLOG了 第二天呢 寶寶又去了媽媽 那我就跟我老公出去買點東西 我覺得你老公不化妝 只是簡單地畫一條眉 都已經差很遠了 我快來一個史上最快的 Get Ready With Me 那眉筆呢 我就用這兩支 是Benefit的 我用了很久的 一支是Brow Contour Pro 然後另外一支就是Precisely My Brow 那這支Precisely My Brow呢 就是幼一點的 那我主要都是畫一些stroke 或者是畫長一點的眉尾 那我喜歡它跟上一個掃的後面 很方便 可以順便掃眉 或者是smash開一點點的顏色 這樣自然 另一支的Contour Pro 那個筆頭就比較粗一點的 那就畫得快一點啦 還有它有打量修飾 眉骨眉型的顏色 還有啡色又深淺色 那我有時間的話呢 我就會兩支混合地用的 要不然就隨便拿一支來喝 這裡好像差一點點 我看看差一點點 所以我就補一點點了 那當然我不是專業的化妝師啦 那我都只是純粹分享一下 平日如果我不化妝 不塗粉底 不塗遮瑕 那只是畫一條眉 那個人都會精神很多 我是Croissant的Chill Club粉絲 雖然很肥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吃 所以有時候都忍不住買來吃 這間白月糖很好吃 對啦 我們那天出去都是最主要想買熱水壺 因為舊的熱水壺 蓋壞了 沒有了蓋 那就是需要換那個新的 舊的我都用了差不多兩年多 那都OK啦 換回新的 我老公叫我拍下啤酒配橙 然後晚上一刻呢 寶寶就由媽媽回來 他在媽媽吃了飯 所以回來之後吃些菜 那樣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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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什麼 那之後都簡單地炒了雞翼 給我和我老公吃 然後那個週末呢 我也和我的朋友出去了 一整年沒見 幸好我們趁疫情在爆之前出去了 就去囉 我很喜歡K11蝦師爺的天台這裡 我覺得很寧靜 雖然很多人呢 但我也覺得很舒服的 之後我的朋友呢 就極度推介這個 Gantant Cherrier的牛角包 好 讀得不正 就不要怪我 我整兩年 不要回去讀法文 了 生了手 不過我也是朋友推介 我才知道這間店 之後才發現 他是很出名的French Baker 剛才那條就是排隊 給錢的隊 老實說 我就喜歡空氣這樣重一點 所以這個就紮實一點 然後再上行人片 再入路焗 所有行人的都焗兩次 所以這包是特別香脆的 OK 好 Thank you 他們很貼身 有新出爐的包呢 他們就會推到隊裡 一會我們miss了 1989年 Grant Hyatt的焗爐 有趣有趣 之後那天呢 難得出去呢 我忍不住買了Charlotte Tilbury的Darling盤 那和你們分享一下 其實一路以來呢 我有兩三年以上 沒有化過全妝的了 那不知道為什麼呢 疫情開始之後呢 我好像不停了 就不停看化妝東西 然後兩三個月前呢 我已經買了Charlotte Tilbury的 其他兩個palette 那這個綠色的就是Darling Palette 還有這個就是Pillow Torquad 其實我知道這兩個盤呢 對很多如果化妝的人來說 都不是什麼新的 但是對於我來說是新的 那我也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swatch一下 給下這兩個盤的顏色 那如果有些人還沒買的 或者好像我一樣 都是剛剛接觸化妝品的 都可以參考一下 你也看到它很smooth的 拉來的 還有呢 都很容易smudge 所以都算容易用的 尤其是對我這些新手 其實之前我是覺得 他們兩個有點像的 所以我也有想 買不買Darling好的 因為我已經買了Pillow Torquad的 十二色 還有這個裙 但結果我也是買了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有點像 那我就把他們兩個 我覺得相似的顏色 放在旁邊對比一下 那其實看真的 就真的不是那麼像的 Pillow Torquad的 就是粉紅色一點的 Darling是比較偏橙啡色一點的 那你看最左邊的兩個 左邊就是Pillow Torquad 右邊就是Darling 那一個就是偏粉 另一個就是金色 那第二組色 Darling是第四個顏色 就是偏深色一點的 那兩個都偏橙 都比較像的 之後再明顯一點的 就是第三組顏色 那第五個顏色就是Pillow Torquad 天粉紅 然後第六個顏色就是Darling 偏橙色的 那其實真的差別幾大 最後那三個顏色 由手邊數起第三個顏色 是Pillow Torquad 那其他兩個就是Darling盤的 那我覺得Darling最後的那個深色 其實就跟Pillow Torquad的深色是有點相似 Anyway 我也是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你還沒買 而考慮這兩個盤 那你就可以參考一下色差 好啦 這條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片 喜歡我分享一下化妝品的話 那你就記得LIKE我這條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啦 對了 那就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那我有新片出的話 你就會收到通知的啦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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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